锦衣糖果铺69,守株待吐厚颜峰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点个赞,支持一下吧,谢谢大家 路易行人找到了颜家的一个密室,并且由密室引出了锦衣为内部的贪腐问题 路易找到了颜松记录日常生活的册子,让今夏和存福寻找相同封面的,查看其中有没有关于颜峰的事情 幸运的是,相同的册子竟然找到50余本,看来,在很早之前,颜松就有每天简单记录生活的习惯 路易稍微翻阅了一下册子的封面,发现册子底部不显眼的地方排了号,应该是每年一本 一开始,也许颜松也是按照年代顺序排列好的,因为有人翻找过此处的财物才乱作一团 21年前的那本很快就找到了,颜松每日的记录并不详细,只是一两句重要事情的索引 由于六闪门那一年的卷宗遗失的是最后一本,所以路易将颜松的日记从后往前翻 很快翻到了遗失的信息,连续两天,简单写了两句话 第一天是,终于解决了那个让人不开心的地方 心下大悦,第二天是,居然有一只遗漏的小猴子,捡回去给儿子当玩具 路易拿给惊吓和层服看,惊吓睁大了眼睛 所以,这两句的意思,分别是烧毁了颜峰的村子,让颜松感到开心 第二句是,捡到了颜峰,收养回家给颜世凡当玩具 路易汉手 大概正是如此 变态,惊吓狠狠叹道,说着又从一旁找了一些没有写过字的纸 撕成掌条,夹在日记的这一页 层服问 袁姑,夫人,这是为何 话必层服有点紧张,差点又叫错称呼 惊吓解释道 这样就方便颜峰自己翻阅了 既然我们已经猜到颜峰逆藏的位置 今晚就把这份日志送过去 就算找到人,我们跟他说什么都是白搭 颜松的字他一定认得,由他自己来决定 路易说 对,不过我们现在往前看一看 查出颜松当年这么狠决的理由 于是,三人又开始查阅起之前的日志 看了整整一个时辰 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故事并不新颖 不过是一个落魄户自以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在发家之后的恶意报复 前朝时期 本市民门望族的颜家随着朝代更迭家道中落 辗转流落到了颜峰所在的村子 曾经有过钱有过权 哪里受得了这等憋屈苦门的日子 再加上是外来户 没有自家的田地 求生之路更是艰难 颜颂的父亲颜怀曾多次想考取功名为过 也曾受过乡里乡亲的嘲笑 这些事情让人心中生起不满和怨愤倒是能够理解 可万万没想到 颜颂一家发家之后 却越发觉得当初受到了奇耻大辱 等时机成熟之时 竟然设计将整个村子烧毁 在烧毁的前一天 颜颂派人去村口唯一的水源投了迷药 所以放火的那一晚 大家都在昏睡 而当时的小颜峰 是因为贪玩深夜外出 所以逃过一劫 路易学着惊吓的样子 将所有涉及颜峰村落的证据都用纸条加好 将颜颂犯下罪行和计划的那一本放在了最上面 此时天色已经黑了 路易安排层服去调查当初是谁负责搜查颜颂这间小书房 为什么隐瞒了这个密室 因为今天的调查指不定会被人察觉 必须尽快找到人 以免打草惊蛇 路易则带着惊吓又返回了今日搜查到的第一个落脚点 两人在墙外观察了一会儿 惊吓掏出追踪术专用的器件趴在墙上偷听 片刻后告诉路易 真的有人 而路易此刻正在欣赏自家夫人撅着身子偷听的样子 看到 以前你就是这样在门外偷听我和你师父谈话的 大人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翻旧账 没有没有只是觉得夫人后生厉害 让人佩服 我们要进去吗 去吧 走正门 动静大跌 要的就是让他知道 路易拉着惊吓就从正门走进 静止走到了卧房 之前惊吓就是在那里听到了动静 然后将那本日之放在了床上 两人迅速离开 又去了入口处的会客厅找了座位 坐下等 惊吓问 大人 阎峰真的会来找我们吗 他就算知道是阎松和他有仇 放弃了报复我们 但他自己也犯下那么多罪 找我们不就等于找死吗 我只留了第一本给他 他定会忍不住来问我们为什么的 当人的信念崩塌之事 不是最喜欢问天文的问为什么吗 路易一脸淡定 惊吓看着自家大人的样子 这不愧是陆阎王 这么杀人诛心的话 说起来也云淡风轻 以前的自己真是被美色蒙蔽一撩撩眼睛 居然觉得陆阎王可爱 路易看着惊吓一边看他一边皱眉 伸手在他面前摇了摇 夫人 又在想什么 想你有点可怕 惊吓没留意 脱口而出 可怕 路易皱了皱眉 没弄懂惊吓在说什么 啊 没什么 我就是说大人对待犯人的态度非常稳重 原来如此 你是不是又在心里偷偷骂我阎王了 大人你怎么知道 有什么事情阎王会不知道 阎王夫人不要紧张 今天办这个案子比较耽误时间 晚上为父少欺负夫人两次 就不可怕了 大人 你 夫人 不要激动 好好坐着 我们还在办案呢 路易憋着笑 看着静下在烛光下又羞又老的样子 心中一片愉悦 恩 有家人陪着 家在久的班 也一点不觉得疲劳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投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